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讲讲如何预防乳癌 乳癌其实都相当普遍 现在有些数字就是说 每8位女性一生人里面就会患上乳癌 但是大家又不用说那么恐慌 就不是说每8位女性就有一位死于乳癌 即是说虽然说每8位女性可能有一位患上乳癌 但是很多都是发觉得早医得回 而且这些人里面虽然患上乳癌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70岁80岁以后才患上乳癌 其实很多人都未必说到七八十岁 也有些人到那个年纪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其他病 可能因为其他病过身 所以其实就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恐怖 这个预防乳癌 当然第一步你要知道它有什么病征 大部分大部分女性最初发觉有乳癌 病征都是无端端预防里面有一件东西 通常都没有感觉 很多女性就会觉得 会不会预防常常会觉得痛 会不会有癌症 这样 这件事就有少少伤确 不过大部分的乳癌初期都不会痛 痛反而相对就没有那么担心 当然如果你真的不太肯定的话 都是请教你的医生最稳妥 其他病征通常就是如果肿瘤 开始有些侵略性 开始吃到周围的组织 会有一些病征 例如吃到皮肤方面 皮肤可能突然间就有个粒陷了地方 好像有个孔粒了下去 如果它就近乳头的位置 另一个常见的病征就是肿瘤会令到乳头有血的分泌物流出来 在很少见的情况之下 有某些乳癌就沿着乳线走出乳头 病征有时候很奇怪 它就好像濕疹这样 无端端一边乳头就会脱皮红痕痕出水 如果真的无端端有这样的情况 你以前从来都没有濕疹的 而有单边乳头有这样的情况 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要看医生 我们又讲到有什么预防的检测可以做 预防的检测我们的gold standard 就是乳线造影 就是mammogram 其实简单说就是X肝这样 有人会问X肝不只是照骨头那些 不是照硬有钙质才能照到的吗 这个是的 因为乳房的肿瘤 如果是早期的话 它的组织有些小微的钙化 我们叫microcalcification 就是有些小微的钙化 我们就知道可能有肿瘤了 但因为这些变化是很小微的变化 很容易miss很容易看漏 尤其是如果女性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比如说可能40岁以下的话 40岁以下的女性 乳房的组织比较紧密 很多时候你照这些X肝 它就好像萌萌的有层霧 那样的 这些霧的影就很容易遮住 这些细微的钙化变化 所以乳房造影去检测乳癌的话 一般都是40岁或者50岁以上做 当她的年纪越大 乳房组织没有那么紧密的话 才容易看得清楚 一般的做法就是可能每隔一段时间 就做一次 就会容易摘取到乳房的肿瘤 现在譬如英国这样计算 通常每三年 它就会出封信 叫你去做检查 正式的医后研究也都已经证明到 定期去做一些的乳线检查 是可以减低了因为乳癌死亡的机会 也可以早点摘取到一些的肿瘤 令到那个治疗方法比较简单 直接有效一些 因为如果你说很迟才发觉有肿瘤的话 那你做的手术可能又要做很大范围 可能整个预防要割出去 又要割一些淋巴线 割了淋巴线有很多后遗症 可能一边手会肿 水肿积了淋巴液 那它产生的问题比较大 那你早点做了一些检查 早点发觉有肿瘤 治疗的方法就比较有效 和少一些副作用 正如我经常在这个频道都说 其实所有东西都有好处有坏处 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呢 坏处第一最简单就是 它做的过程 因为它有机器 就将乳房夹住 过程里面有些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第二就是假阳性 有些时候就因为随着年纪增长 有些女性的乳房本身都有少少的概化 很多时候如果照了出来有些概化 可能就以为它是肿瘤 接着去做下一步检查 或者抽组织验 中间的过程当然你就可能会紧张 那你做一些比较入侵性的检查的时候 可能有不舒服 那有假阳性也会有假阴性 那这些检查也不可能 摘取所有的癌症 永远都有一个小小的机会 是会失去某部分的癌症 有些人会担心 经常做X缸会不会引起肿瘤的机会增加了 那这个理论上也是 不过一般来说 现在我们做的检查 X缸的剂量都尽量控制到最低 这个风险应该不是太高 整体来说 这个检查也是好处多 过坏处是值得做的 如果你是50岁以上 尤其是高危一族 比如你家直系亲属是有过乳癌的 或者你曾经长期服用过一些药物 比如一些刺激素 长期服用过一段时间的话 那你都是属于高危一族 那一定要考虑做这个检查 这一集就是我们预防癌症系列的第一集 那大家如果对这些内容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改进的 那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之后的影片就会不断改进的 多谢大家收看 记住订阅和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